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必去追求爱或别人的赞美 而应该无条件地付出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它使我们有宽大的心量 当有人向我们提出要求的时候 心中的我会觉得受威胁而感到害怕 这在物质层面是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会害怕失去拥有的事物 当别人向我们要求爱时 我们或许也有这样的感觉 假如我们能够正面地付出爱心 就不会威胁别人 也不会感到受威胁 爱是和谐生活的唯一方式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语是需要学习的 它不只是取决于思维的过程 也取决于情绪的反应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当然不可能使用正语 假如我们希望被重视 言谈就会以自我为中心 说话不应该夸张 或是太巧言吝啬 那是虚伪的 但是有人却习以为常 他们总是喜欢夸张地附和别人 他们希望对别人友好 但是方法却是错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认为可以随意地起心动念 只要我们不说 别人不会知道 这是错误的 其实在话语中 情绪会自然流露 说话 情绪和肢体语言 透露着我们跟他人的关系 沟通不是选择要跟谁有关系 而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假如我们只跟某一两个人产生互动 觉得这是我能够处理的 而忽略了其他的人 那就无法拥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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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怎样才能成功地把物节捡到最低 快乐地跟别人在一起 他需要真正地和另一个人相处 全心全意地倾听别人所说的话 没有任何自己的色彩 也没有心里的嘀咕 这就是悲心的表现 也就是慈心 除非慈心在我们的话语中 否则是很容易出错的 当你要讲的话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而且不是真话时 那就别讲 当你知道要讲的话虽然是真话 却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那就别讲 当你要讲的话是真话 而且可以帮助别人找适当的时间讲 感谢观看 我来讲的话 很快乐之后 我们的念头 很快乐之后 就算了 要实际上 豫子 我来讲 宽敬 解写 我来讲 诱 谈 假如我们不学习控制言语 它就可能直接冲动地跑出来 特别是当我们的心情有点低落时 所以不要把说话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这颗心是纯净的并充满了爱 它将会散发出来 而话语也就变成次要的东西了 重要的并不是言词 而是言词后的情感 郑宇包话不说话 不在背后说人坏话 不说不友善的话或荒唐的话 不说闲话或挑拨别人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会爱自己 爱自己并不是指放纵自己 所以大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爱自己 因为他们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 而且会压抑自己对某些事物的讨厌 不想承认 假如我们想真实地对待自己 让自己有成长的机会 那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母亲 一位细心的母亲 会了解什么对她的孩子是好的 什么对她的孩子是有伤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她不会因为小孩做错事 就不再爱她 这种学习是一个成熟的过程 成熟会带来智慧 但和年纪没有什么关系 省思的生活是指把事情的所有面向 都当作学习的经验 专注会带来更深层的内心安稳 基于真理的安稳 大部分的人都在追求这样的安稳 却表达不出他们的渴求 更不用说去实现了 我们应该活得随缘自在 但是要保持内心 无忧无趣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们应该活得随缘自在 佛法是自然的法则 而我们本身都在随时体现这个法则 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法则 不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就是法 就是无常 苦 无我 我们需要用比较自在的方式 来处理我们和别人的困境 持续的内观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觉 假如我们对自己有些幽默感 那就较容易适切地爱自己 也比较容易去爱别人 对自己有些幽默感 内心的进化是我们每个人的工作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同时以平常心去修禅定 心灵就会逐渐沉浸 外在境遇的影响终究有摆脱的一片 生命不断地轮回 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干预的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认识真理 当我们认识到真理 自然就会生起对自己和他人的爱 因为爱才真正是我们心灵的工作 我们不断地轮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2月14日星期四 19点30分高雄市文化中心智德堂 高雄市林雅区五福一路67号 12月20日星期三 19点嘉义市长青团 嘉义市东区公益路1号 4.12月30日星期六 14点30分台中中心大学惠孙堂 台中市南区新大路145号 2.餐会场 1.12月12日星期二 19点高雄餐会 汉神巨蛋9楼国际宴会厅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9楼 2.12月17日星期日 11点30分台南餐会 请订婚宴城堡 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北路403号 3.12月23日星期六 11点30分台北餐会 汐止宽和宴展馆 新北市汐止区大统路一段237-6号 4.12月24日星期日 18点桃园餐会 绿光花园餐厅桃园会馆 桃园市卢族区中正北路800号 3.助养人功德总回向法会 2024年1月1日星期一 14点圆亨市台北讲堂 新庄区长青街17号 捷运新庄县投钱庄站1号出口 表演场为锁票进场 一人一票 参加办法 请详洽各地主办单位 活动将提前30分钟开放进场 请大家提早到场 阿弥陀佛关怀协会 恰询电话 台北02-2791-3398 02-2791-3398 台中0968-927-198 0968-927-198 台南06-222-0905 高雄07-231-7061 07-231-7061 台中光明山佛恩寺 起见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会 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 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 共45日 地点台中市太平区长龙路三段166号 下旋电话04-2270-2077 04-2270-2077 罗侯罗尊者 密行第一 境界威夷 罗侯罗尊者 贵为佛陀之子 也是僧团中第一位沙咪 小时候调皮但经过佛陀的开示劝导 性格越发稳重 沉静 修忍入慈境界 佛陀成在 罗侯罗为密行第一 于三千位移八万细行 都能了知奉行 一心鼎礼尊者罗侯罗 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行 并学习尊者持身端正 持戒尽心 尊重看待戒律 并如法受持 见离生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